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臺積電分析師的說法是 目前以零股入手 或者是分批進場比較合適 路國神山的高崗 臺積電站穩千元 成為歷史性一刻 也繼續帶領臺股五號開盤 臺積電更一度站上 一零一零歷史高點 臺積電週四一飛沖天 成為第十八檔千金股 週五氣勢同樣沒在輸 不過更多人想問 現在的我應該要怎麼爬爬 這座護國神山 不僅見證奇蹟 臺積電現在可說是千金難買 早知道 眼看大戶 數著鈔票 開心大笑 三戶也想分杯羹 有專家點出 當臺積電來到八百五十元 閉著眼睛就要大力買 當然零股上車也能積小成多 買進臺積電的一個門檻降低 臺積電他是有零股的 那臺積電他的股本其實相當大 零股的交易其實也是蠻熱絡的 零股的一個這個買賣 臺積電的一個方式就是說 有點像存錢的一個概念 你就一次買個幾股 然後長期下來 可能你就可以累積到一張 不過不止零股 雖然臺積電高檔氣勢 暫時一去不回頭 那看看近期臺積電股價 七月二號低點來到九百五十九元 六月二十四號最低有九百四十元 六月二十五號更是來到九百二十三元 如果抓準時機買綠不買紅也能成功小賺吃紅 這裡是臺積電的歷史高檔 那未來當然可能臺積電 還有持續走高的一個機會 但也不排除漲斗之後出現拉會 所以如果用採取用分批的一個方式 你就比較不會買到相對的一個高點 有機會買進高點中的低點 而成為千金股的臺積電 每跳一次直接漲五元 影響大盤四十點 而週五台庫開盤截至中午十一點 來到兩萬三千五百五十八點 後市仍舊 持續看好 記者 羅恩如 鎮宇 台北常常報導 記得收看 香港人的 team 觀測 ¿